蝦的吃法千千万 小景做了一大半 虾挑几只大的开杯取虾线 剩下的打成泥 加入料酒、黑胡椒、蛋清 稍微腌制一下 虾泥和土豆泥加入植树碎 拌在一起 揪起一坨芽成饼状 裹上一层淀粉 把腌制好的虾盖上去 稍微压压实 撒上葱花 锅里的油要多一点 烟尖便把油淋在虾的身上 前几天在评论区有人想喝草莓牛奶了 广广草莓又太单调了 再来点蓝莓 挤上奶油 打到像这样焦香酥脆就可以了 这样煮出来的虾肉特别的脆 土豆饼里还带有芝士的奶香 再涨上点自己喜欢的酱料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夏日街头超好喝的绿豆汤原来是这样做的 洗净的绿豆放入锅里 小火煮40分钟熬成这样的绿豆沙 加点冰糖调味 融化后放一边凉快 水开下西米 煮10分钟再焖20分钟 待完全透明后过凉水 和绿豆沙一起搅拌均匀即可 大热天来一晚清凉又结束 这可以说是男朋友必学的一道吐司 在奶油里加入一个蛋清 一小白糖搅拌均匀 让吐司的一面洗马奶油 中间放上火腿 纸纸片 你喜欢什么就放什么 另一片吐司扣下个爱心 同样洗马奶油 有奶油的那一面向上 在爱心中放入蛋黄 挤上沙拉酱 烤箱180度烤20分钟 天气慢慢热来做一杯超适合夏天的饮品 桂花洞放入冰箱等待凝固 桂花洞放入冰箱等待凝固 橘子苹果粒加入冰糖和茶包 煮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 桂花洞打体加入满杯冰块 插入一片橙子倒入果茶 爱心吐司也烤好啦 撒散点欧琴 烤得酥脆的吐司 搭配着鲜香的火腿 还有软嫩的蛋黄 快带着你爱的人去春楼吧 全部都是用一个锅做的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炸锅剪纸餐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的就是这个新收到的九阳蒸汁炸锅 鸡腿肉去骨去皮改花刀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厌制15分钟 放进九阳蒸汁炸锅 200度20分钟 还有玻璃的可视窗口 可以随时看到食物的变化 再来烤个巴刹鱼 配方在屏幕上咯 选择蒸汽烤模式 180度20分钟 一个锅就能做完的剪纸餐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两天发现她在咳嗽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真的要照顾好对方 所以今天是男女朋友都要学的雪梨银耳钟 没有男女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勺子把礼仪挖成一个碗 放进银耳枸杞 还有去核的红皂 两三块冰糖 盖上盖子 炖半个小时 待在干燥的秋天里 作为我清甜润味的雪梨银耳粥 给你爱的人吃吧 上次三黑粥火了之后 有很多人私信我 还有什么适合女生吃的 所以容易手脚冰凉的女生注意咯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红糖糯米饭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拿顺序铺散红枣 葡萄干枸杞 糯米 红糖 然后再重复一次 记得要压实哦 倒入开水 没过食材 放进锅里 蒸上一个小时 天气渐渐变软了 快做给手脚冰凉的她吃吧 我还记得去年最暖和的时 就是和她一起躲在屋檐下 吃便利店的光冬煮 现在我能自己做了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光冬煮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包好的食材放进锅里 光冬煮的味道和水汁有很大的关系 我会用毕朗德的过滤水壶过滤一下 配套的滤芯能有效的减少水垢和鱼滤 还有晃滤芯提醒器 像我这样容易健康的人再也不怕了 先下入卖煮的食材 聊聊的都在屏幕上了 记得要做好笔记 擀散盖子 滚上30分钟 放入我们创好的食材 开小火再煮上30分钟 这味道简直先到不行 强烈推荐萝卜 软辣入味超好吃 天气凉了 快给你爱的人吃点暖的吧 还要对它好一点哦 天气这么冷 桌面上一定要有碗热乎乎的汤哦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鲜香豆腐汤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撕一点裙袋菜 用水泡发 再切一块内脂豆腐 来一大把海鲜 生抽提鲜 食盐调味 再用黑胡椒来一点辛辣的感觉 一往下去全身都暖痒痒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天气越来越热 要是还没学费这道小凉菜 那可亏大了 不要钱的金针菇切去根部 再四成小朵 锅中水开下金针菇煮熟 捞出过一下凉水 蒜干水分放入碗中 放黄瓜丝 胡萝卜丝 红椒丝 蒜末 一勺生抽 陈醋 适量盐鸡精 白糖 香菜段 少许香油 能吃辣的放点辣椒油 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酸辣爽口又解密 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又不爱喝牛奶的 这个裙带菜肉丸汤一个要多喝 裙带菜一点就能泡出来很多 它口感嫩滑 都是小嫩嫩 山药瓜成米 放入肉馅中 加胡萝卜 葱 葱花 盐鸡精 一勺淀粉搅拌上进 油热葱蒜炒香 放裙带菜翻炒几下 倒入适量长姜水 肉馅几成肉丸放入锅中煮熟 最后加盐 胡椒粉调味即可 2021年只剩最后12天了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剁好的虾泥 加入屏幕上调料和蔬菜 转进百花袋里 口子可以稍微减它一点更好挤 挤在海苔上 然后卷起来 煎的时候搓一搓 变硬了 就可以出锅了 越来越软了 今天来个水果茶吧 柚子皮上搓上几个孔 我用的是茉莉花茶 用其他的茶也可以哦 油籽苹果炸地 加入冰糖 倒入茶水 蒸过的海苔口感更好 淋上喜欢的酱汁 海苔包裹住了虾的汁水 以及玉米粒的香甜 再来一口暖呼呼的水果茶 不仅大朋友喜欢 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哦 吃不完的椰子 不要丢了 买椰子记得买老一点 像我这样太年轻了 剥的不好剥 撬出来的椰子果肉 小去硬皮 我整整花了三个小时才弄好 用水清洗一下 不要泡太久 要不油脂会得洗掉 把果肉切丁 倒入祖传的石墨中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抹 抹啊 抹啊 棉 抹好的椰浆用纱布过滤 用力得及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舍得拉肚 剩下纱布里包裹的部分 就是椰蓉啦 椰蓉可以晒 也可以向我要放进烤箱烤 过滤好的椰浆 放上一个网上 沉淀凝固 捞起表面凝结的部分 放进锅里 开中火慢慢熬 熬着熬着会越来越清澈 大家可千万不要学我 一定要用不粘锅 没办法老拽换一个锅 同样的中小火慢慢熬 有没有觉得特别像在熬猪油 把油渣的部分过滤掉 里面还是有杂质 所以我们要再过滤一遍 这样清澈浓浓浓椰香的椰子油 锁好了 唇膏刚好用完了 用椰子油来做一点 20克的椰子油 10克的蜂蜡 无微放凉挤入2克的围衣 趁热倒进模具里 尝尝空的口红管 椰子油的用处真的很多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用来吃 平时用来炸个鸡蛋真的紫香 重点是热量还低 蛋香和椰香真的是绝配 叶子油的保湿度也是真的好 像这样做上一次 我能用上大半年 快做给你爱的人吧 可乐鸡蛋可乐鸡翅 还有没有什么是可以用可乐来做的呢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可乐茄子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 处理好的茄子 加一点淀粉 有一道菜搅鱼像茄子 有一种喜欢搅我下腻 加入葱 蒜 炒香 倒入一整罐可乐 来一勺蚝油和神舟调味 盖上盖子焖一会 翻拌均匀 撒上芝麻和葱花 比起其他的可乐菜系 它再也适合办法不过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有一种幸福叫做有家回 有一种温暖叫做回家有汤 这个汤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只需要一点点就能炒出一大碗 炒裙盖菜的时候一定要用芝麻香油 炒到虾变色 倒入清水 豆腐 再打一个鸡蛋做蛋花 调味不用太多 只要盐和黑乳椒就逐多鲜美了 低热量高蛋白还富含钙质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你们觉得白菜最好吃的做法是什么呢 均匀的在每片叶子上都抹上盐 洒出水分 材料好像有点多 但是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糯米粉加清水熬成糊 加入半碗辣椒面辣椒粉 还有之前打成的果泥 韭菜 梨丝 虾皮 一点牛肉酱 白糖水一调味 搅拌均匀就得到这一盆腌料了 辣白菜腌制差不多了 清洗干净表面的盐分 挤出水分 抹的时候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均匀地抹到 密封冷藏上三天 就可以吃了 比起外面买的 自己用的料会更放心 平时用它做个菜 配面吃 配放吃 味道都好极了 开胃口感爽脆的辣白菜 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